这次讲三个仿杀女的故事 从前有个女孩非常懒惰 怎么着都不愿意仿杀 终于有一天 母亲感到忍无可忍 就打了她一顿 她于是嚎啕大哭起来 正巧这时王后乘车从门前经过 听见了哭声 吩咐把车停下来 进屋问那位母亲为什么打女儿 做母亲的怎好意思说自己的女儿 如何如何的懒惰 于是就回答说 我叫她不要再访了 可她就是不听 在访车上仍然访个不停 我穷啊 哪买得起那么多的亚麻呀 王后听了说道 我最爱访杀 让你的女儿随我进宫去吧 我有的是亚麻 她愿意访多少就访多少 母亲听了这话 打心眼里高兴 满口答应下来 王后便带着女孩走了 他们到了王宫之后 王后领着女孩上了楼 把三间裤房指给她看 只见裤房里装满了最好的亚麻 诺 你就为我仿这些亚麻吧 王后说道 你什么时候仿完了 就嫁给我的长子 女孩听了心里一阵惊恐 即使她每天从早访到晚 访到她三百岁的时候 也休想把那么多的亚麻访完 剩下女孩独自一人时 她就哭了起来 她就这样哭哭啼啼地坐着 一会儿三天过去了 还没动手访杀呢 第三天 女孩不知如何是好 忧心忡忡地来到窗前 恰在这时 她看见有三个女人走了过来 第一个女人的一个脚板又宽又平 第二个的下嘴唇很长 搭了到下巴上 而第三个的一只大拇指非常宽大 这三个女人走到窗下停住了脚 问女孩为什么忧心忡忡 她就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苦恼 只要你不嫌我们丢人 他们对女孩说道 请我们参加你的婚礼 说我们是你的表姐 并且让我们与你同桌喝喜酒 我们就帮你把这些亚麻访完 我非常乐意 女孩回答说 说吧 女孩就让这三个长相奇特的女人进屋来 她们进来后 刚一坐下就开始访杀 每次王后来 女孩生怕王后发现 便把那三个仿杀女藏起来 而让王后看已经仿好的杀 王后看了之后 对她赞不绝口 库房里所有的亚麻都访完了 这三个仿杀女便跟女孩告别 临行前对她说道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了对我们许下的诺言 这关系到你自己的幸福啊 女孩领着王后 看了三间空荡荡的库房 和堆得像小山似的沙线 王后于是就安排了婚礼 我有三位表姐 女孩说 她们待我非常好 在我自己幸福如意的时候 怎么也不愿意冷漠了她们 请允许我邀请她们来参加婚礼 并且让她们在婚宴上和我们坐在一起 王后和王子欣然同意 婚礼那天 三个仿杀女果然来了 她们打扮得怪模怪样的 很令人发笑 新娘马上迎上去说 欢迎你们 亲爱的表姐们 你的几个表姐怎么长得这么丑 王子问道 随后 她转身走到那个大脚板女人身边 问道 您的一只脚怎么会这样大呢 踏访车踏的呗 她回答道 新郎又走到第二个女人身旁 问道 您的嘴唇怎么会搭拉着呢 舔麻线舔的呗 她回答说 然后她问第三个女人 您的大拇指怎么会这样宽呢 碾麻线碾的呗 她回答说 王子听罢三人的回答 大惊失色 于是就说 我美丽的新娘 今后绝不再碰房车一下 就这样 女孩从此再也用不着干纺杀这个讨厌的活了